嗨,大家好 中国最新的航母003福建舰终于动了 这是最近由多位网友从各种角度拍到的上海江南造船上福建舰的最新位置 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么多叠照都是从哪来的 我怎么就拍不到呢 这些图片绝大多数应该还是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的飞机上拍到的 这张图角度更好 可以更清晰的看出福建舰所出港池内的位置 有多所示 福建舰此时此刻已经停不在了这个新建港池的入口处 请大家记住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到这张图 这是前几个月网友从飞机上拍到的正在计博实验中的003 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福建舰还位于港池的内侧更靠近里面的位置 这张图片就更直观的看到航母距离港池入口还是很远的 这与谷歌卫星地图中的位置也保持一致 而如今003福建舰则从地图中的这个位置向后移动到了接近入口处 经过测算大致向后移动了约400多米的距离 那么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向后移动呢 003福建舰此前一直开展的计博实验是要在静止情况下进行的 计博实验要对船体内部的各个系统材料 电线甚至救生设施 人员驻舱等进行非常严格的测试 要完成以上这些测试 绝大部分都是不需要移动航母的 只不过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电磁弹射器 此前视频也提到过了 003福建舰要完成全部急波实验并开启海事 电磁弹射器是最关键 也是最后要完成的一项测试 当然目前的模拟测试 是不可能直接弹射舰载机的 而是需要像福特号航母那样 弹射一辆小车进行模拟 但此前停波的位置如图所示 距离岸边实在过近 并不适合进行弹射 稍不凌晨就会撞到岸边 因此如果要进行电磁弹射器的测试 航母就必须移动流出空间 要不在港式内来个180度要头 要不就更简单点直接向后移动 显然福建舰选择了后者 003在港式内的位置移动 也预示着福建舰的技波实验已接近尾声 最后也最重要的电磁弹射器测试 马上就要开启了 关于福建舰上这三条电磁弹射器 一直受到全世界军迷的密切关注 原因自然是因为 它是世界上第二条应用在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 鉴于首次应用电磁弹射技术的美国福特号航母 福以来弹射器一直故障频出 因此中国军迷自然就把目光 聚焦在了福建舰上这三条电磁弹射器上 而关于这三条电磁弹射器的乌龙事件 也闹出了不少 最初是这张图 就是在003福建舰刚从船坞出来 停在港池内不久的时间 网上就立刻爆出 福建舰的第三条弹射器工棚已经拆除了 而且另外两条弹射器工棚上的标语也不见了 当时就有报道评论说 中国的电磁弹射器进展神速 尽管图片像那么回事 但P图痕迹也很明显 当时我就做了一期视频将其揭栓 我找到的此前卫星拍到了03弹射器的旧图 将两堂珠放在一起 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弹射器的宽度并不一致 另外 右图中的那条白线距离甲板边缘又实在太近 而且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平直 只要把图中其他垂直线条平移过来 你就会很清晰的发现 黄框之内那条白色弹射器轨迹实际上是歪的 因此综合判断 这张图就是网友YY自行批出来的所谓叠照 尽管这次批图不太进入人意 且很容易被拆穿 但有些网友还是并不罢休 就在今年早些时候 003电磁弹射器的所谓叠照又来了 就是这张 不过这次学聪明了 刻意把图片弄得极为模糊 可能是为了避免P的太阔粗糙 易于被识破吧 这张图隐隐约可以看到 福建建的三条弹射器 而最近的第三条弹射器工棚 似乎是短了一些 没错 如果将其与旧图放在一起 就会发现 本来第三条弹射器的长度 是延伸到剑岛后面的 结果现在变成了指导前沿 明显是被这幅图的作者 劈掉了一半 目的自然是为了显示 弹射器工棚正在被移除 而弹射器的测试即将开始 不过把图片弄得再模糊也没用 P的就是P的 后来最新曝光的福建建照片 也显示 三条弹射器依然健在 而且第三条的工棚 也没有被拆除一半 因此预测电子弹射器 开启测试的关键点 还是刚才所说的 那就是航母需要移动位置 以便为弹射小车预留出空间 也就是现在003福建建 所处的位置 那么三条弹射器工棚 照在电磁弹射器上 已经快要一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拆除呢 当然是因为电磁弹射器非常复杂 安装调射的周期又长 前这种工棚覆盖 就是为了避免外界的风云雨雪 以及强烈日晒等 对敏感度比较高的电磁设备 产生负面影响 毕竟是电和磁的东西 肯定是怕水 那么也许很多人就会好奇 现在这三条弹射器工棚里面 这是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现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 所谓003叠照 无非都是些网友 在乘坐飞机时 用超长变焦的高端相机拍摄的 根本称不上什么叠照 其实以福建界所停的那个空旷位置 甲板上有任何动静 都是南逃外国卫星的监控的 003根本不怕这种俯拍图 因此 如果谁真有本事 能拍到弹射器工棚内部的照片 那才是真正正正的叠照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张 这样的照片流传出来 003电磁弹射器的内部看不到 我们只能先拿福特号的照片来对照一下 这是福特号电磁弹射器在安装时的照片 可以看到外侧同样照着一个公棚 而不论是美国所采用的中压交流技术 还是我国马尾民团队所采用的中压直流技术 电磁弹射器的外形基本上都会呈现一个倒梯形 这样的设计使得机槽部分非常容易积水 这与上一代的蒸汽弹射器完全不同 以前的蒸汽弹射器的横接面呈矩形 内部可以容纳两根长长的开口气缸 100多米长的缸管子 又可以分成十来段分别安装定位 而蒸汽本身又可以与蒸馏水之间快速转换 冷却后的蒸汽其实就是水 因此从原理上来讲 蒸汽弹射器本身就是天然不怕水的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雨水 还是海浪打到甲板上后 从弹射器开缝渗入到蒸汽弹射器凹槽内部的海水都不怕 只需要定期用淡水 把积留在蒸汽弹射槽底部的外来积水冲洗掉就可以了 而电磁弹射器则是要设计比蒸汽弹射复杂的多的防水处理 因为任何电缆或者电路都不能直接暴露在水体中 尤其是海水 因此电磁弹射器从开始安装时期 对日常的防水要求就比蒸汽弹射来的高 需要自始至终保持倒梯性机槽的干燥状态 这就是从去年003还在船屋内时 三条电磁弹射器的位置就始终被弓棚所遮盖 时至今日都没有被拆除的原因了 那么福建电航母在服役之前 电磁弹射器肯定是要通过测试的 无论是弹射小车还是舰载机 上面的弓棚最终还是要被拆除的 而每条电磁弹射器在甲板表面仍然会有上百米长的开缝 高海框下海水拍上甲板 雨雪天气或者人工清洗甲板时 都会有淡水或者海水渗透到电磁弹射器的内部去 那么电磁弹射器也是如何保证 在偶尔进水甚至大量进水的情况下 仍然能正常使用呢 这是需要在电磁弹射器的安装期间 充分考虑全收面的防水问题了 内部几乎所有的电缆和线路都要做到绝对防水 暴露的部分也不能出现任何电缆和电路的接头 也就是说电磁弹射器所采用的所有线缆 从生产运输到安装 都要做到一根线从头绝缘到尾 由此可见电磁弹射器安装的复杂程度 而且我国又是第一次建造搭载电磁弹射器的航空母舰 自然每个环节务必都要做到精益修精 尽管时间长了点 不过从航母今日的位置移动来看 电磁弹射器公棚的拆除 以及电磁弹射器的测试开启 想必已经见在线上了 而一旦测试通过 雲林森福建舰就将首次驶离江南造船厂 开启正式海事 而这一切都将在今年发生 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为防止本频道对近而造成失联 请大家务必关注副频道 理工男K一名 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处 该频道后续将会持续更新 高质量的原创视频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